大家好我是王俞文 欢迎王小宇 今天要来讲的是 图解ASD ADHD亚斯波格 学习障碍正向教养的读书摘要的第四章 为了能够好好的控制情绪 因为想要融入社会 除了认知以外 情绪能力的发展也是很重要 这样才能跟别人好好沟通 情绪的三种状态 坚持冲动协调 坚持型对于事物的专注力 会转换成对特定事物的强烈坚持 并向外表现 冲动型活化一个人的身心状态 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就会根据周遭的状况 将自己的状态快速转换成 该有的行动与注意 甚至会出现兴奋 无法冷静下来的情况 协调型是减缓坚持型与冲动型的情绪 让人有稍微松一口气的状态 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 就能客观的看待周遭 还有自己的自身情况 这时候人的内心就会变得很 就是轻松自在 进而产生成就满足感 情绪发展比较迟缓的孩子 可能会因为长期处于坚持 与冲动情绪 无法自拔的倾向 也就是说协调型的情绪比较薄弱 因此无法做出适当的行为 与他人的沟通也会出现阻碍 在过度亢奋的时候 可以拿出孩子有兴趣的东西 来吸引他的注意 让情绪转到协调型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三种情绪 相互抗衡并加以循环 情绪发展要从三个方面来看 如果在过了婴儿期之后 依旧持续极度缺乏协调型的情绪 因此会缺乏对于他人的关心 然后就无法扣除于别人的关系 大部分都会过度偏向坚持或冲动 进行妨碍与他人沟通 来我先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是安藤哲夫老师所整理出来的 对他人理解的发展程度 在零个月左右的时候 小孩是怎样的情形 心生而也会模仿大人的脸部表情 或嘴部动作 这边的话就是可以 就是如果我在看影片 建议是大家可以先按下暂停键 会比较好清楚看到这个图表 然后这是寻求刺激理解视线 这边 然后再来是6到7个月的时候 然后6个月左右理解会出现 结果行为模式 互动模式的记忆是在这边 10到11个月的时候 一岁的时候可以理解 某个动作的含义见尾而执着 然后2岁之前是对感情欲求的理解 2到3岁对感觉知觉的理解 然后3岁4岁的状况 所以就是这边0个月 1到3个月 然后6到7 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要压抑孩子的情绪 偶尔只是也要让小孩哭一段时间 因为讨厌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情绪 不需要刻意的压抑 硬逼他压抑情绪只会造成压力引发严重障碍 但有时候哭是因为孩子受到某些刺激 而过于抗分症跟嘴巴说讨厌 又放声大哭的情况是不同的 也不要硬逼孩子一定要完成任务 就是写习题之类的 可以用一些替代方案 比方说他不喜欢白纸跟铅笔 那就说你讨厌写字吗 再指着白板说 要不然我去那边写好了 那这样子孩子就会愿意了 要如何消除他不满的情绪呢 从这样然后转成这样 就是从那你不要白纸黑字嘛 那我就是来写白板好了 那如果说你不喜欢就是这些选项的话 那我们就是来换别的选项吧 根据孩子当下的情绪来选择练习题 他现在的情绪是在冲动还是在坚持呢 那就算说表现不错 也不要用力鼓掌 因为突然拍手的话 会让原本专注于习题的孩子 因为刺激过大而陷入恐慌 只要称赞他说 嗯你好棒就够了 那在初恋习题的时候 是可以有所变化的 依照孩子的认知发展阶段 有时候一口气将所有颜色都拿出来 孩子反而容易进行讯息的输入 然后尽可能的跟小孩子面对面 孩子的视线正在看着哪里呢 他是飘在半空中吗 是否盯着某个东西不放呢 如果对于特定事物有着强烈坚持 无法挪开视线的时候 就必须给予身体的刺激 降低他的注意力 但是很多发展失望的小孩 都不喜欢跟人家有视线上的交集 如果孩子拼命把脸转开 请不用勉强 先从注视孩子的眉间 让他先跟你面对面开始 在跟小孩说话的时候 自闭症的孩子多半比较能接受低音 请不要站在他的背后 从他看得不到地方大声叫他 这样会吓到他甚至引起恐慌 如果他过度兴奋的时候 请尽可能小声的在他耳朵旁边说话 小孩比较能接受高音 但这也可能造成他的亢奋 所以说话的时候请放慢速度 自闭症的孩子多半是比较能接受低音 不要长时间停留在某一个情绪 要适时的转换 过度集中的时候 就让身体稍微动一动转换到协调型 如果过度兴奋的时候 算是要转换成坚持型 然后或是让他有某种程度的发泄 怎么控制过动的仔细言语呢 像是把手放在膝盖上 然后还有什么抬头挺胸 双脚并拢 过动的孩子比较不太喜欢乖乖做的学习 体重上能暂时做一下也不会持续太久 在他失去注意力之前 请先找个机会让他们起来玩一玩 站起来 但这并不是因为说从小 就是是要由大人来管理小孩的情绪 另外说很多孩子都喜欢求这样的原型物品 所以说求可以是一个必备品 准备孩子有兴趣的物品 这样子比较能够有效管理他的情绪 尽量不要让他犯错让孩子觉得有趣 在教育发展迟缓儿童的时候 妈妈最常犯错就是让他犯错 大部分的发展迟缓儿童都很讨厌失败 不会随便原谅犯错了自己 如果习题做错大声纠正 就会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 甚至说看到讨厌的习题出现 就马上发脾气了 最重要是在他们做难度较高习题的时候 引导他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然后答对的时候称赞说你好棒哦 在犯错的时候是可以加以提醒 但是很多孩子会受不了别人直接了当 所以就是要说好可惜哦就差一点点 这类成功就在眼前的词汇鼓励他 犯错的时候他如何因应呢 好可惜哦就差一点点咯 为了让孩子有所成长 偶尔犯错也是有其必要性 然后这边是他的案例 然后就是说不能够凭当下的表现 来判断发展迟缓儿童的行为与心理状态 然后在重度发展的儿童里面 有些人会来到那个治疗教室 就会出现大声尖叫或到处乱跑的不当行为 在第14页的时候有提到 不当行为的原因一定就在现场 就是说在陌生的地方看到不认识的人 所以就会觉得紧张 对于发展迟缓的儿童来说 就会因为强烈不安而出现逃跑的行为 所以从声音开始让孩子渐渐习惯与他人相处吧 然后还有这是另外一个案例 因为在那个就是治疗中心会觉得放松 所以自然就会有便宜 就是比较就放松之后就可以好好上厕所了 即使是重度自闭症也能够有惊人的成长 过动是只不能够刻意压抑 需要某种程度的宣泄 也可以藉由拍手等需要做动作习题 让他发泄过动性 特别注意的是同一个习题 不要持续太久的时间 一直做同一件事会让他精神患散 没多久就站起来 在他失去置入毅力之前 先回到需要做动作习题 发泄他的过动性 然后还有说 有些孩子是属于听觉人 就是他们的音感 节奏感非常的好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就是唱歌 所以他们在唱歌演奏乐器啊 音感节奏之类都比正常的小朋友要优秀 但是口头能力的表达能力就不一定了 但如果说他是听觉的话 就是要就是以听来让他教学会比较适合 OK最后与孩子的温馨互动 四 棍子的传递 一公尺的长棍与孩子互相传递来借此互动 培养握握拿注视追视丢等综合性的动作与专注力 这是一 然后 二 让孩子将棍子放在大人手背上 慢慢的广回棍 然后在学会传递动作以后 可以试着把棍子拿高一点 再松开双手让棍子往下掉 让小朋友接住他 那孩子有认真看着这个棍子吗 四 一下子要求他用手接住棍子会有一点难度 所以一开始用双背抱住也无所谓 如果成功的话再慢慢拉高距离 好我是王菊文发言王小鱼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